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我们的重点 就是受热或者之后状态会发生变化 这里有所谓的探索活动 可是我们不会做 比如保育融合放食盐跟冰块 然后把它放进去然后加热 这里的重点就是冷剂 我们用食盐跟冰块混合 质量比1比3 做冷剂把温度降低 注意我们用的是食盐跟冰块做的 我讲印上呢 致快地有血还有别方法做 就不用管它 国中是食盐跟冰块 然后呢 只要比1比3混在一块 让它温度下降开始加热 然后呢 去记录加热时间跟它的温度 就是一个表格 重点是要画成一个图形 画成一个图形 大概长这样 那这里的重点就是这一块 跟这一块 这一块还在持续的加热中 但是温度没有变化 这一段就是在所谓的融化跟气化的过程 融化或气化的过程 所以重点就是这一段 我有持续加热 我有持续吸热 但是我的温度没有变化 就这个 状态改变的时候 需要吸热或放热 融化要吸热 凝固会放热 气化会吸热 凝结会放热 但是这个过程中 温度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中间会有一段 如果是融化的话 从固体融化成液体 中间会有一段 叫做故意共存 同时有固态跟液态 而这个时候温度是没有变化的 要等它全部都变成液体之后 温度才会上升 液态变气态有类似的状况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重点 所以就有一个曲线图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固态 然后我就开始融化了 然后我就经过一段融化的过程 这段过程中是故意共存的 然后等到我全部变成液体 就表示融化结束了 然后我才会继续温度上升 我才会继续温度上升 最后所谓的融化曲线图 那么就变成液态 全部融化变成液态 有固态 液态中间有故意共存 好 那这个我们前面就学过了 融化的温度叫做什么 融点一大气压下 冰的融点就是零度C 那沸腾的为什么叫做什么 沸点一大气压下水的沸点是一百度C 这个应该小学就学过之前也讲过很简单 这也教过了 存物质有固定的融点跟废点 我能物没有一定的融点跟废点 所以图上面就会看得到 从这个图看到 这个叫做融点 叫融点 然后不需要计算 这张图就会考你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可以考你 图挂给你 请问你融点是几度 图上看出来融点有几度 然后我可以考你 请问你这个时候是固态还是义态 这个时候是固态还是义态 故意共存 还是固态还是义态 我可以考你 我可以考你 这个是一百公克加热曲线 换一个两百公克的加热曲线会怎么样 请问你这个温度会不会变 不会 因为我有固定的融点 可是怎么会不一样 斜的会不一样 越斜怎么意思 温度越容易变化 质量比较小 比较平就是温度不要 质量比较大 OK 我可以考你 我说这个是八分钟 那我现在加热两分钟 那我问你说固体跟液体的比是几比几 八分钟全部变液体 只有两分钟是液体 还有六分钟是固体 所以几比几 固体比液体六比二 三比一 对吧 然后我如果给数字 我就可以让你求比热 当我会交融化热 就可以请你算融化热 如果我有数字的话 就可以请你做计算 但是不用出计算题 这张图就可以问你一堆的问题 就问你一堆的问题 什么状态 费量几度 线会怎么样变化 我现在加热A 当我加热B 这个线会变成怎么样 就可以问了 那东方都不用算 都只有观念题而已 所以就把这个融化曲线的意思弄懂 加热 温度上升 到了状态改变的时候 温度不变 状态改变 改变 改变结束 再继续上升 融化温度叫熔点 废腾温度叫废点 就这样 就是你所要能够了解的事情 OK